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辦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承辦的 2020年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開營第一課8月14日 在澳門科學館舉行 因應新冠病毒的疫情 主辦方籌備了全國統一的線上分營活動 以雲上科學營活動的形式舉行 同學們聚首科學館 在整晚單位嘉賓致詞之後 觀看了全國統一舉行的 雲上科學營活動全國開營式直播 並與主辦方總會場的主持人 進行線上交流 本次雲上科學營活動 由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 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 14所著名高校組織 來自澳門不同中學的青少年代表 將有機會參與雲游大學校園 與明家大師面對面交流 參觀重點實驗室等線上活動 活動自2013年開始舉辦 而今屆科學營首次而知線上 岸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會長崔世平坦言 確實遇到不少的挑戰 今次有一個挑戰是比較大的 因為過往大家真的可以聚在一起 也可以看到現場 包括去到高等院校 重點實驗室 一些比較有實力的企業 研發中心 這些其實就是能夠摸得到 看得到的感覺 但是這個努力 我們都盡了一切努力 所以今次做了一個雲上的形式 讓大家都可以 崔世平又寄望岸門青少年 能夠從本次高校科學營中有所收獲 每次我們都看到很多同學都很希望去參加這些營 這些也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看到我們的科技力量是怎樣 國家的力量是怎樣 科技的前緣和它的趨勢是怎樣 從而我們希望能夠調動更多積極性 希望大家對科學更感興趣 令到大家可以真的投身科學 我們不單止我們在經濟上可以有實力 我們也希望科技上我們有實力 雖然不能夠親身體驗和實踐 但透過線上形式的科學營活動 相信同學們都會別有一番體會 能夠有所成長 delle新 financing 想開玩笑 對 雖然吸引擎 對 畢� 音樂 《 becomes追為人發大家好的